同志進國會 票投綠色盟 一開始就有很多的前輩建議說 你的同志色彩是不是不要這麼的重 可是對我們來說 同志是一個很重要的生命的一部分 一開始當然會有點擔心 同志身分會不會帶來怎麼樣的影響 但是在這個跑了七個多月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非常多令我們很感動的回饋 比如說過去同志育都比較少接觸到的市場裡的攤商 你過去可能會覺得 他們是不是稍微比較保守或傳統 但是像我們去掃市場 也遇到有蠻多的朋友跟我們說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那個議題 我支持你這樣 其實我們很高興看到的是說 從秀文的臉書 或者是辦理謀臉書 或者是綠港的臉書 就看到的出來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其實 就在這一路上呢 接觸了非常多的人群 可能是團體 可能是一般的民眾 那我們看到的是很高興的是 其實我們推動同志議題 推動性別避難的過程中 我們最希望是就像這樣子的 不斷的侵限 不斷的接觸 對話 這兩個政黨 立憑國會過半的政黨 在距今選前剩下八十幾天的今天 還是沒有告訴大家 如果你國會過半 那麼婚姻平權法案 你要不要支持這個法案來通過 這兩個在爭取國會過半的政黨 都還沒有清楚的告訴人民 自己會不會全力的在立法院裡面 來推動婚姻平權的法案 同志政策不只有婚權 還包括其他更細節的像 文化、教育、醫療、社福等等的層面 但是我們的中央不斷的推脫 我們的地方政府也不斷的卸責 假如我們的中央政府沒有更進一步的作為 那地方政府就更難推動這些同志的政策 那大家知道我們的團隊 剛結束了二十八天的環島的行程 我們也在整個環島的過程中 敗會了非常多過去有過 反同志的言行的立委與政治人物 也敗會了各地的縣市首長 那麼取得了相當的一個成果 我希望這些過去有同同志度的立委 能夠就是從善如流改變他們的態度 我們接下來會發動一廂行動 就是我們會邀請所有的立委參選人 跟我們一起來承諾 進到立法院之後 會推動婚姻平權的法案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在LGBT的政治觀測案 然後來發表到底有多少的立委參選人 會一起簽署婚姻平權法案